接到鞭炮狂炸 周边民众聚集看热闹 没想到下一秒 鞭炮突然弹起火花喷飞四射 民众慌乱逃窜 差点被收到 惊弦场面就在南投城隍文化祭 佩天工晚间肉劲 沿街放炮 周边店家玻璃窗 还有被炸到残留的痕迹 民众还心有余悸 根据佩天工私下了解 疑似在放炮的当下 民众骑车经过 刚好撞到炮盒 导致炮火喷飞 这两天的绕境 公所也有派路上的救护团队 在这个每一个路口 他们也会跟着我们的绕境队伍 号称南投是小过年的 城隍爷诞纯庆典 真人一格森巴嘉年华花车游街 持续三天 一天比一天更热闹 鞭炮糖炸意外插取 也让医疗团队周边警力 全都不敢大意 三兄吴坤宇杨靖 向云珍南投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